而要在高雄来推广艺术文化需要克服的是哪些的障碍呢 在德国研习表演艺术长达12年的于秀卿就认为 要先让大家有接受看表演的态度 才能够让表演艺术文化成为大家生活中的一部分 曾经被票选为台湾最被期待的编舞家于秀卿 这次带领他所任教的树德科大表演艺术系学生 重新诠释百年经典五马春之际 希望让大家对表演艺术有更深的体认 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形态跟德国差异非常的大 那么我在德国的时候 其实观众对艺术已经非常的习惯 它会变成是大家晚上去搜集的一个地方 那在台湾我们希望把艺术更拉近民众 更亲民一点 所以在台湾的观众形式我们会大量 除了剧场之外我们希望大量拉到户外 让不习惯看演出的人 慢慢慢慢更多的机会去接受 以及亲近艺术这件事情 不论是彩排还是正式表演 身为舞团总监的于秀卿 总是不假他人之手 希望让舞者全心投入剧情 达到最完美的演出 唯有让观众看见最好的一面 才能达到推广表演艺术的目标 特别是南台湾专业舞者很有限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问题 只要我们有努力有心去经营他 我想十年二十后 我相信南台湾一定会有一批 非常非常优秀的舞者 特别是今天有很多是大一大二 非科班的舞者 可是在三四个月的集训下 他们升级的年龄已经到了一种指标 我希望给观众很多的surprise 因为观众真的不知道他们是非科班的 可以练到这种程度真的是不简单 突破传统表演模式和形态 从户内到户外 于秀卿对舞蹈的热爱 希望用最近的距离 引领观众走进表演艺术舞台 满足身体对美的感官享受 港都新闻黄澜君周府庆 采访报导